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在这边吃了个午餐 肚子甜饱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三星香 三星香 来到这里我在路边看到有一个卖农作物 卖这个果树的地方 新龙供应中心 看到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蔬菜 蔬菜苗 还有果树苗 觉得非常的新奇好奇 因为有很多的蔬菜 我们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 这个叫做白家墨菜 白家墨菜苗 有点像白菜 大白菜有点像白菜一样 比较大颗的白菜 这个青家墨菜苗 三块钱 不知道这个三块钱是一盆还是一棵 但是 待会要问一下这里的工作人员 红田菜根 这个在菜市场 你会见不到红田菜根 菠菜 菠菜是我们常吃的 不知道是大颗的菠菜 是那种小颗矮矮的那种 香菜 香菜我们也经常吃的 两块钱一株 它这个应该是按株算的 不是按盆的 两块钱一株 一盆就不少钱了 这里是山东大白菜 也有山东大白菜 两块五一株 哇哇白菜 哇哇菜 两块钱 黄心白菜 还有黄心的 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 那个叫什么 也是哇哇菜的那种 但是它是黄心的 翠玉白菜 这种台湾叫做翠玉白菜 两块钱一株 结球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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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钱一株 黄金包白 哇它这个 白菜都有好多种 黄金包白 黄心包白菜 翠玉白菜 哇 哇 哇 这边 还有雪翠高丽菜 雪翠高丽菜 雪翠高丽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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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哈哈 菜苗是这样的 这么奇妙的呢 这有没有犯错地方呢 简直难以想象 这个 洋葱 跟红洋葱会 菜苗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呢 来认识 蔬菜 这是芦笋 哇 芦笋是这样子的 哈哈 芦笋那个苗是这样子的 它会在这个 旁边长出一条条一根根的手 这个真的没见过 我们吃是有吃啦 这个芦笋经常有吃啦 但是这个芦笋苗真的没见过 哇 好特别好特别 非常特别 像进入一个小森林一样 嘿 葛兰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芥兰菜 芥兰菜 这里他们叫做黑葛兰 芥兰菜 黑葛兰 葛兰菜 黄花 就是芥兰花啦 会长花的芥兰菜啊 芥兰花 那芥兰都是会长花的啦 霸王青花菜 香港叫做什么 台湾 台湾叫青花菜 香港叫西兰花 原来这个样子的 其实很多菜他们 菜苗的时候根本都分不清 我们很难分 不是专业人士 根本分不清 来 青花椰菜 这不会跟霸王青花菜差不多嘛 也是 长得很像 连菜苗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青葱 韭菜 经常吃的啦 韭菜 这边差不多啦 还有那边 这边玩啦 这边有好多特别的菜 绿宝石 罗曼 这真的没吃过 好像不知道是什么 绿宝石 罗曼 红奶油 卧具啊 这个怎么读啊 国语读不来 国语读不来 松聚还是锅聚 松聚应该是 还是锅聚 这也没吃过 这个菜 你有吃过吗 奶油 锅聚 也是 好像没吃过 绿罗曼 绿罗曼 两块钱一颗 甜心罗曼 结球 锅 锅 锅 好像锅菜那样 好像那个 咳咳咳 这个叫什么 那个 高粒菜那样呢 为什么 大露梅 我们香港叫生菜 台湾叫大露梅 因为好像说是从大陆而来的 所以他们叫大露梅 菊菊 这应该有吃过的 这种菜 白芹 白芹 这个芹菜 这是古董的青菜 红九层塔 哇 有15块钱一颗 还有白酒琴 九层塔 白九层塔 原来有分开白九层 跟红九层塔两种的 也是15块钱 结瓜 黄色的结瓜 黄色的结瓜 这个好像也没有吃过 这种 没有吃过吗 琴管 琴管 青芹菜 这个是最传统 最普通的青菜 草莓 草莓 草莓一颗 35块钱 甜菠菜 还有一种叫甜菠菜的 15块钱一颗 诶 这没吃过 木耳菜 木耳菜到底 这什么东西 真的没吃过 这样都没见过 木耳菜都有 红凤菜 是红凤 台湾叫红凤菜 这个我们也偶尔会吃吃的 这个 营养很不错的哦 好 第二排了 黄色小番茄 黄金番茄 金状番茄 哇 番茄都好多种 牛番茄 当然苗都是差不多的 不知道怎么分 怎么区分 苗都是很像 红番茄 哇 番茄的品种多得要死 玫瑰番茄 苗的样子就是 没有什么难以区分 要专业的才能区分 哎呀 还有个白玉番茄 白玉番茄这个比较少吃到啊 圆圆的 它不是 圆圆的 这个白玉番茄 没吃过 外形像樱桃 颜色为白色 口感佳 非常好吃 直至高月150公分左右 定值后 约65天开始采修 啊 我要买 买两颗回去种 哈哈 白番茄第一次见到 彩色番茄 还有 黑珍珠 还有 黑珍珠番茄 还有 日本黑色 黑色番茄 哎呀 这个日本的 热色的 这个也要买 这个 其实我是很喜欢吃番茄的 哎呀 小桃太郎 这也是番茄的一种 应该是日本的 日本的品种 不知道适合在什么天气底下 可以种 陈蜜小番茄 哇 这番茄不是原型的 是像柿子一样长长的 巨型青江菜 这个我们说的上海青 它的菜苗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 珍珠菜 珍珠菜都有 这什么东西 看上去像野菜一样 四川辣椒 15块钱一株 日本香菜都有 日本香菜都有啊 这里 日本香菜 日本香菜 没有我们是介绍你们这边的农座物给香港的朋友认识 给香港的朋友 对 你们这里有那么多的亭种 我们有很多都没见过 香港没有地方种吗 没有香港没有 有地方种 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种 我们香港还有很多农地 只不过是没人种菜 都放会在那里 而且政府又不让你转变土地用途 所以的话很多农田都放会在那里 你是介绍给朋友知道 对我们因为见到你有很多特殊的这种菜苗菜种 我们根本都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这么特别 所以的话让香港的朋友认识一下 台湾我们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农作物 我特别跑到这边来看你们的有机种植 三星香 来介绍你们这边的有机种植 不要拍 你那么美 番茄的品种那么多 番茄的品种 对我们还没有全卖 我们还没有全卖 还没有全卖 对 为什么 因为有些可能 有些品种可能还没有那么被接受 所以我们没有 对我们是卖一些比较大众接受的东西 那那里这些如果说不是太接受的那些 那放在这里是主要是做做做什么呢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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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让人家认识 如果觉得口感不错的话 我们会介绍给特里种植 嗯 我也要买几颗回去种种看 不是 主要是那个 不是不是 我在台湾这边找地方种 但是问题是它的适应的天气的话呢 要有讲究的啦 一般植物来说 就是哪个什么天气才比较适合它 怎样的天气才比较适合 番茄啊 对 番茄雨水不要太多 雨水不要太多 那山里头呢 山里头怕雨水多啊 雾气 雾气大 雾气重 雾气重比较会有问题 雾气重不太适合 会比较会有问题 好的 我先研究研究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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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黑 黑 蜜蜜蜜 黑蜜蜜蜜 黑蜜蜜蜜 黑蜜蜜蜜蜜 红白香果 哦 枸杰都有啊 枸杰是这个样子的哦 枸杰苗 灯笼果 灯笼果都有啊 薄药 薄药 薄荷 薄荷 这个大家经常会见到的啦 满天心百香果 哎 百香果也有叫满天心的 他 剂 黑蜜蜜蜜蜜蜱 außer 城堡木瓜 红飞木瓜 哇,这木瓜的好多种啊 排龙二号木瓜 棺木瓜都好多种 这边还有菜 介绍过来这边 牛奶白菜 这个经常吃的我们 蜜雪儿 红四小番茄 这个我们经常吃的 淡水果吃的 这边都应该介绍过了 介绍过了日本香菜 还有这边主要是树 果树 有一种果树好特别 大果黑玫瑰樱桃 大果黑玫瑰樱桃 好大好大 这个 这个果树有4公分大 4厘米 这个大果樱桃 哈哈 这 马来 马来 马来羊桃 马来羊桃 已经长出小小的羊桃了 这个再种下去 再过一段时间 就有羊桃吃了 这个是什么 蜜池 蜜池 哇 蜜池 这个是池 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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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水蜜桃 柱状苹果 哇 这长得好特别哦 十果累累就是这样的 还有黑叶蜜池 哇 红状巴勒 这个 红肉的 红状巴勒 蜜池 红饱石 巴勒 哇呀 这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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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五指水蜜巴 这个不也是巴勒吗 也是 是五指的 红肉西瓜巴勒 哇 这巴勒的品种都那么多 珍珠巴 也是巴勒 四季荆棘 四季荆棘 四季 四季柠檬 五指柠檬 哎呀 五指柠檬 这是那种 圆圆的 小柠檬 圆圆的 五指的 五指柠檬 这个是四季柠檬 这是扁 十柠檬 哇 这 底部是扁的 好特别 好特别 日本田极 日本田极 海鲜 红柠檬 红辛巴勒 哇 还有 龙眼 四季龙眼 红肉梨 哇,这里的果树好多 黑炭甜羊梅 哇,这个羊梅真棒 黑炭甜羊梅 我也很喜欢吃羊梅的 冬葵羊梅 羊梅都有不同的品种的,原来 日带苹果 龙眼啊 这边有龙眼树 龙眼,大粉可龙眼 新品种 哇,这里的果树也好多种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里是三星乡 三星乡 这里有个新龙供应中心 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 这有一些还是试验阶段的菜啊 树啊,果树啊 这样 那么如果 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规模的生产 正种植的 没有规模的种植 大家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考虑 这个比较特别的果 特别的那个蔬菜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试种 试种 试种出来看 好不好吃 味道怎么样 也可以自己吃 也不一定说就要去种植来卖 哇,这边还有无花果 无花果树 300块钱一颗 无子柳丁 柳丁 其实台湾叫柳丁 其实我们叫成啊 红文蛋 台湾叫红文蛋 我们叫柚子啦 也有叫柚子的台湾 也有叫做柚子的 这应该是无花果啦 对,无花果 紫色波耳朵 无花果的一种 紫色的 这有吃过很好吃很甜 生吃很甜很好吃 这个是 也是紫色波耳朵 苹果椒 哇 这香蕉 也是红红的 叫苹果椒 这是什么 这棵 这棵是矮椒 矮椒树 那这个种来 栽的话比较方便 栽香蕉比较方便 墨菜 墨菜是什么东西 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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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椎 砂糖菊 蜜肝 砂糖菊 墨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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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王肝 哇 好多不同的肝 骨子 铜肝 铜肝 哇 品种好多好多不同的树 不同的蔬菜 跟这个水果树 啊 我们这条片已经介绍了20多分钟了 它这里面还有很多的 还有种种子卖啦 还有其他的龙根的工具啊 里面不要 哦 不然你双船都不要吗 哦 这里就是三星乡 三星乡的什么地方呢 这边大家看看啊 有点那个 这个老 这个是老板还是什么 有点那个 呃 纪委 不知道为什么啦 这里是三星乡的大洲村啊 485号的隔壁这里 上将路 三将路二短 好 那我们这条 介绍 呃 宜兰这边的 龙作物 呃 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收看 谢谢 谢谢